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月底 有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散发反腐败的传单 公安大为紧张 25年前 同一处地方 一场由学生发起的外国运动 要求的同样是反观倒反腐败 运动持续近两个月 最终在官方武力镇压之下告终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八九六四 没有 不好意思 忘记了 都八十二岁了 历史的错误不能再重演就可以了 我们要向往美好的生活 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 北京加强监控 以涉物罪名 拘捕曾经因报道文运 而入狱的记者高瑜 又刑事拘捕出席 今年六四研讨会的知识分子 并且严防天安门母亲接触传媒 二十五年过去 八九六四仍然是一个禁忌 你好 但是今年有些事先暂时先别做吧 免得到时候惹一些麻烦 我知道 所以我 换个方式 换个方式 那时候我看到那个信息 我就觉得这个坏就是什么做不了 郭玉闪是北京民间自负 全之行的创办人 他说临近六四 国家公安部门草莫皆兵 就像刚刚过去这二十五周年那个基金会 你看抓了那么多人 而且这些被抓的人 都是相当有社会影响力的人 所以当局的决心是比较大的 非常强硬的这个增压下去 然后包括我本人 我本人肯定也是 如果我留在北京的话 那肯定还是被堪在家里 由今年三月两会召开期间 到五月仓不够三个月 郭玉闪已经三次离开北京 他这么做是想逃避公安的远禁 这几年也开始慢慢的被磨的 就是说这个越来越疲惫了 那么这个甚至 比如说会出现一些 一些这个叫什么 类似抑郁的这种精神状况 什么的 几乎每年都是累积在一起 都是被软禁在家里的时间 都是三个月以上 五年前六四二十周年 腾窗集曾经跟郭玉闪回南京母校 拜访启蒙他认识六四的老师范白华 今年他重回南京 原本希望和当年参与学运的学生见面 不过涉制队到复之后 就一直被怀疑是便衣的公安跟踪 会面被逼取消 五月初 当局以尋印知事罪 拘捕五名参与六四研讨会的人士 当中包括五年前 接受腾窗集采访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郭建和维权律师蒲志强 但是我记得我可能也交付他 所以每年我来我都到这里来 我来几个弟兄在这个地方来 蒲志强1989年参与学运 六月四日清晨 他是最后一批撤出广场的学生 之后他每年都会重返广场 我没有什么仇恨 我想的就是说 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也有义务 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经历学运洗礼 蒲志强毕业后选择成为维权律师 一直以来他都主张以理性和平的态度 解决六四问题 六四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噩梦 同时呢 它是中国社会开放和构建和解的一个拦路虎 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死结 需要解开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确健是六四死难者家属 他的堂弟郭智京 在89年6月3日中枪身亡 每年他都会去务园拜祭堂弟 和其他遇难学生 这个板当时是想好了的就留一块板 等到或者是比较开放的 不受压制的时间可能会磕一些字 这个窗口现在还在流血 还在化农 比如说这些伤残者们 这些死难者的家属们 他们还在每天在受到 有的受到监视 有的受到一些管制 共产主义制度 它是靠一种恐惧感来维持 它的脑子里面就是 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这个东西 今年我们再邀请郭建接受访问 他再三考虑之后 以电邮回复我们 表示公安最近多次警告他 不准再发表六四言论 所以他决定暂时退让 远距访问 结果 郭建和蒲志强两个理性温和的人 在五月初被当局拒禁 至今仍未获释 共产党它就是这么干的 它是会这个 它可能没有办法 把这个民间社会整体消灭掉 那它就会选择 把民间社会当中的 一些代表性人物 一个一个的掐尖式的 就把他们这个给处理掉 中国这个社会 就理性人越多 我们未来这个社会重建 或者说社会自救的这个基础 或者元气就越大 那么今天你 你这个当局 在对这些人弄手的话 那当然是在消解这种社会元气 去年 新公民运动发起人 许智永被当局逮捕监禁 当年 郭玉闪和他一起创立公盟 推动国家民主 法治 许智永被捕后 由国育闪成立 专门研究社会政策的 民间智富全之行 也被当局取缔 没有的完全没必要维持 你看 这是剩下的五一块 还带着床子型研究所的这样的一个 标志的这样的一个牌子 其他牌子都被栽造了 两星期前 郭玉闪正式宣布离开全之行 之后他再度被公安软禁 民间这个力气越来越重 大家对这个对现状和对这个政府就越来越不能忍耐 另一方面政府这边确实又越走越远 就是对公民社会的这个打压 你可以看到这个未来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可能是要付出这个巨大代价的 是要血流成河的 虽然你是理性的一个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但是你可能还是要面临彻底失败 可能你所做的一切东西都是零 换回来的未来的成果也是零 可能就是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命运 然后从接受这样的命运开始 还是要去做 这里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在北京的故居 胡耀邦的三仔胡德说 25年来一直没忘记父亲邱国邱民的爱国情操 这25年来呢 老在想着 如果说他要是还活着 他会对这个我们这些现在的事情是有什么看法 他希望我们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那是他在1976年的时候说的 现在正常不正常我不知道 25年来 官方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一直都很低调 相反 民间每年都有不少人 自发来到胡耀邦在江西的墓园自制 请大家向敬爱的耀邦同志三鞠躬 一鞠躬 纪念他怀念他的人呢 也确实是不少 也是希望我们的领导呢 能够像他一样 为我们的每个个人的解放呢 来工作吧 我爸呢 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解放思想 他是认为呢 发表意见的权利 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 那么但是老邓呢 就觉得呢 发表意见的权利呢 可以说呢 你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 就必然要产生分歧 就是在为党 在救党和救民的时候 那么在 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呢 大家就会发生分歧 同志们 朋友们 胡耀邦在80年代开始推行政治改革 1986年 中国各地爆发学潮 他倾向聆听学生诉求 结果被党内保守派 指他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 被逼下台 政治改革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有我们什么权利 那么我们的权利呢 要以法律的形式 赋予每个个人 对吧 他当时呢 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一步 把宪法里赋予我们中国公民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结社自由 以法律的形式 把它给表达出来 89年4月15日 胡耀邦离世 触发一场全国民主运动 学生以游行绝食 要求国家改革 这场运动 改变了不少人的一生 当中包括当时只得15岁的胡佳 我平生第一次经历什么游行 示威这些东西 可以说那个15岁 已经让我的公民成人力 提前到来了 你知道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当你加入了 你实践了 你行动了 你付出了 尤其包括你付出沉重代价 你反而对这件事情 它就融入你的血液 胡佳多年来投身公民运动 坚持追究六四责任 2008年 他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三年前出狱之后 还不时被当局远禁和关押 而今年 国报已经不止一次的说话 绝不可能让我出现在天文广场 那么他们采取的措施 最轻的就是我小进在家里 要不然重一点呢 就是说被强制失踪 二月底到现在 胡佳一直被软禁在家里 不准和外界接触 八九年呢 是一个很悲痛的日子 这个悲痛除了是我们家庭的悲剧之外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剧吧 总是死了一些人嘛 这个悲剧呢 当然 从我来讲 我是不会忘的 那么 我觉得我也不应该忘 那么 至于说别人 是不是忘了 或者说 是不是 一定要求大家忘 那么这我就不好说了 胡德华在六四之后 脱离体制下海重商 他与探 国家的经济实力 在这二十五年 虽然日渐强大 但是人民要讲真话 要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仍然遥不可及 我想在二十五年前 那些死的那些学生 我对他们依然是 对他们失去的生命 我也是 非常敬畏的 那么 那么 这不是问我 这要问当年 下命令 开枪的 那那你对天安门母亲 对于天安门那些孩子 你有个什么说法呀 那为什么没有一个 二十五年了 没有一个话呀 越接近六四 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 面对的监控就越严厉 康窗集记者 在联络天安门母亲 新发言人 游围结之后 就被公安指 涉嫌藏有犯罪物品 扣查九个钟头 之后 公安更亲身去到酒店 威胁我们停止采访 你肯定财阀不少 今天晚上 我穿着制服 坐在这里跟你谈 就是明确告诉你 有些东西可以碰 有些东西是底线 是国家的底线 是政策的底线 你放弃了相关的采访计划 你自己回去 一切都是还是客客气气的 我跟你说 如果你不客客气气的 我们可以送你走 而且我们也有其他的方法 让你以后再进步 今天拍摄 我们的题目都是 全都是监听的 然后我门口 还有我们的公众 这是不应该的 限制我的权利 我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公民 我凭什么不可以 说我自己 没有出的感受 但是现在国家 就这么对待我 我还能说什么 恐怖是什么 他打听一个特定的对象 给这个社会制造恐慌 共产党最为有力的武器 就是你随身的那个牢狱 恐惧 恐惧几乎被融入了 我们这个民族的基因了 长期被远港的胡街 年初在网络发起重返天安门 呼吁民众战胜恐惧 在6月4日穿上黑衣 重回广场 重返天安门这个过程中的话 其实就是说 我们现在必须要寻找一个载体 来恢复我们的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是什么 言论自由 你自由地去表达 我们要追踪六四代的时候 还没有 二十五年来没有完成 所有那些未经历的事情 现在我们一定要再去推动 推动它 二十五年来 八九六四在内地仍然是禁忌 敏忠无从论述 不过在香港 悼念六四的烛光 二十五年来从不间断 成为一代接一代 争取民主自由香港人的动力 下星期日晚 腾枪集 下星期日晚